你會發現,前面的部分,如果要漲的跟網頁上面一模一樣,或者接近的話 那變成說,年度這個可能要 一月份可能要往右邊再移動,可能再插入 三個空白的儲存格,那二月也是一樣 我們上個禮拜講過,這個部分你其實可以用錄製聚集 然後把這個程式把它放到底下 並且用call的方法,所以我們錄製下來的東西 就是這1、2、2個插入 然後再把這個底下的這個什麼呢 這個資料往下挪動 所以我們可以把上個禮拜的這個程式 我把Ctrl-C這個,然後貼到底下 然後這裡的話,你就用call的方法 call 然後把這個名稱放到後面就可以了 call sub後面的名稱,插入空白儲存格 OK,這樣子 然後把這邊設中斷點,我們來看一下 可能做完之後 它跑 假設 先清除,再重新抓一下 清除 然後重新抓 我這邊是有多一個IE.visible的1 它就秀出來 再把它QUIN就關掉 那如果說 我在雲端上面的程式沒有加這個 跟這個 可能你們自己再加一下 這個不加其實也不影響 可是如果有加這一行的話 它的IE會跑出來 記得以後把它關掉 這個IE.QUIN 這個可能還是要加一下 因為如果你不加 它其實IE的物件 會一直殘留在哪裡? 殘留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你如果一多之後 那你的記憶體就會被這個IE物件給吃光了 當然不至於到爆掉 可是就是會影響 OK 我是建議這個可能要加一下 因為我有的時候習慣 因為就是希望把那個程式 越弄越少一點 所以幾乎能刪的都把它刪光光了 但是以後可能慢慢要再把它加回來 就是以後 所以你看到網路上有人分享的程式 就是它已經加了好多好多 可是問題你光看到頭就暈了 我是盡量把你們覺得頭會暈的程式 先把它拿掉 不然的話說真的 光看到那些可能很多同學 就已經打退彈股了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的話 再來就是說 我們把剛剛錄製的程式再加過來 所以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它就跳到這裡 call這個sub對不對 然後就是在1月份的後面 插入三個空白的儲存格 上面我也講過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選取它 然後再insert 就是這一段 就這邊有三個 那2月份後面再三個 所以其實 你看這一行跟這一行一樣 所以以後聰明的 其實你只要什麼 只要錄一個聚集 然後底下的話 就拿上面的複製貼下來改就好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吧 然後這個部分2月份再插入三個 就這邊就三個了 3月份 3月份後面就是空白 然後再把A2的地方插入 然後往下挪動 A2就是 A2 那應該就是什麼 A2就是這個 然後把它插入一個空白 讓它往右移動 這個動作 那寫出來的程式就是這一行 你可以錄製劇集 就可以知道說怎麼做了 就是rangeA2 insert 然後後面加一個xl to right 意思是說 向右移動的方式 這個參數我不確定 是不是一定要加了 你們可以再 然後把它向右移動 所以你要不然 插入一個空白 向右移動 這樣的話 就完成 我們這個的程式部分 就是上個禮拜最後 錄製劇集 把程式 補在這裡 那補的方法 有兩個 一個就是你 另外讀了一個sub 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獨立 可不可以直接把這三行放在這裡 當然也可以想說 直接怎麼樣 把這三行 直接複製 貼到這裡可不可以 可以啊 這個就不要了 只是像我的習慣 我覺得多這三行 看起來主程式會比較亂 對不對 所以盡量的話 就可以把它獨立出來 感覺應該會比較清爽 甚至你這邊的程式 也可以把它另外獨立 獨立出什麼 另外一個sub 然後再call它 可不可以啊 以後主程式就call call 有沒有 然後步驟1 步驟2 步驟3 都是用call的 這樣看起來 程式就會很清爽 以後的話 你可以分別去看那一段 程式那一段 分開來看 分開來去除錯 這樣的話 會感覺 會蠻有調理的 OK 所以以後怎麼寫 沒關係 你可以去修改 可以寫出你習慣的風格 都沒有關係 真的 因為如果你有自己的風格的話 你會覺得 哇 這東西就是你的 然後以後的話 你看起來就舒服 就不會覺得說 哇 這程式好像跟我沒什麼關係 OK 因為這畢竟是我寫的 我自己寫 我說這樣 我自己寫 我看很親切 就像說自己看自己的小孩 感覺 嗯 對 這就是自己的小孩 對不對 如果不是自己的小孩 就感覺 這小孩怎麼那麼討厭 就很想打他 OK 沒有啦 就是有那種 自己做出來的那種 親切感 OK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 程式這一部分 能夠也有這種 寫出來 有那種親切感 出來的話 那表示說你對程式的撰寫 又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 OK 我覺得這部分還蠻重要的啦 因為可能對有些同學來說 如果還沒進化到那個階段 表示你其實還沒有真的是 學會程式的真正撰寫意涵 而且真的 這個比較麻煩是說 你變成每一行每一行程式 都要知道說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而且是真的理解喔 不是用混的喔 我發現很多同學 可能就是複製貼帳 算了 不管了 那我已經是裡面寫什麼 都每一行都不知道耶 錯了 當然啊 所以你會問說 為什麼老師這個地方錯了 我說你是閉著眼睛寫程式嗎 明明上面就已經 所以如果你會問那個問題 表示說你根本不知道 每一行程式它的作用在哪裡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特別把每一行每一行都講得這麼細 因為我知道我很多同學都不懂 上個禮拜我看你們眼神就知道了 整個眼神就是 就是感覺好像 老師你在講什麼對不對 後來後來 好吧那不然我再想細一點 對 慢慢你懂了你就說 其實原來就是這樣 其實也沒有太困難 都是可以理解的吧 所以其實我發現啦 我現在看這個程式 我會覺得其實還蠻親切的 跟人在撰寫 其實坦白講 我越寫越發現 其實它這上面就等於 就要寫一個自制化的作文 寫給人家看 可以給誰看 寫給電腦 他會解析 他就知道說 原來你要做這些事情 甚至你還可以跟他talk 所以你到最後的話 還可以跟他開玩笑 還可以跟他做一個很好的互動 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跟他溝通 都沒有問題啦 只是說那又是下一個階段的事情 慢慢你會發現 其實如果你可以達到那個階段 其實寫程式是一種享受 可是如果你可以講出說寫程式有享受 那表示你又到了另外一個境界了 不過如果你目前沒有 你可以知道說可以慢慢設定一個目標吧 所以下下禮拜 也許你程式也許寫不出來沒關係啦 你就是盡量量力而為 我不希望說你們做超過自己能力範圍的事情 你就做你能夠做的 照超總可以吧 照改一下總可以吧 如果不行那就再降低標準 如果可以再提高標準 慢慢慢慢給自己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那最後的話 其實這邊好像還有一個地方 我可能稍微再講一下 就是那個加權指數 我們本來這邊不是有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本來是加權指數 然後放到這裡之後 變成什麼 變成這個一個編碼是亂碼 所以如果你記得好像這邊是什麼 加權指數吧 這個網址上面看到的 應該是這個是不是 對加權指數吧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今天假如說 這邊假設打中文字的話 加權指數的話 那你一執行會怎麼樣 應該會掛掉吧 錯了 為什麼錯呢 你可以發現 你給的這個網址有沒有 它沒辦法解 它變亂碼了 它這上面 因為你要轉 那你沒轉 那怎麼辦呢 特別是 其實有個方法 什麼方法 其實在那個VPA本身 我覺得VPA 不是VPA 它已經有一個函數 我後來發現 那個函數叫 一開頭的 一開頭的 這個 這個函數呢 Encoding就是編碼 Encode Encode就是 code就是編碼 in就是動詞 就是編碼 然後後面UIL就網址 意思就是說 用那個UI 就是那個 網址上面的編碼方式輸出自串 所以如果我今天用這個函數 你會發現我把加權指數放過來之後按確定會怎麼樣 變這樣 那這個的話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跟我們剛剛的那個程式 有沒有 我把它Ctrl 字以恢復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一串 是一樣的 我看一下 應該是一樣 我把它貼到底下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 其實 有個方法 就是你這個部分 Encode 加權指數之後有沒有 然後 你程式 假如要 剛剛這個地方不OK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它再串接 就等於後面的串接是什麼 那因為我的資料是放在哪個處 這個 這個O1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這邊加一個Range 裡面的話 跟它講說 我的資料在O1 不是Q1 是O1 裡面的這個文字 幫我把它串在這個後面 這樣OK 試一下 這個射中段點一下 OK 它沒跳出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跳出來了 而且上面沒有亂碼 那資料能不能下載 應該是這個 我剛剛可能卡一下 再重來一下 我知道了 因為我們這邊寫一個什麼 Sale.clear Clear Clear就是連這個也清掉了 所以這邊這個先不要 這個先不要執行 因為如果Clear掉的話 那個東西都不見了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就是 Incode 所以 意思就是說 其實可以怎麼樣 拿這個 拿這個函數 當成是轉換 那個 這個 這個 的方式 就可以 達到我們要 可是你想說 老師 那這樣我很麻煩 我每次要先做一下 Sale 然後再呼叫 看一下這樣執行 應該就OK了 這個執行 我這個就不要Clear 因為Clear就把這個Clear 這樣就沒有了 這樣應該就可以出現了 這個 看一下 OK了 有沒有 沒有問題 只是說 這個地方 其實如果說 如果你不預先 填到這裡來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乾脆怎麼樣 用那個 如果你要呼叫 encoding的那個 函數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在這邊用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點什麼 呼叫它的那個函數 叫Worksheet function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呼叫 這邊的函數的話 那你可能要寫一個 Application 值得自己是 裡面的Worksheet 工作表的 function 函數 那你會發現 這邊就有這 Encode 打一個E Encode 這邊就有了 所以如果你要呼叫 這邊的函數到VBA使用的話 那前面必須加這個 然後你這邊再加什麼 再加瓜糊 然後把那個什麼 加全指數 打上去 就可以了 這樣子 就完成我們要了 OK 這個因為我剛剛有特別 試了一下 這樣子的話 那你想說老師這有什麼作用 就是說以後呢 你這個網頁裡面有很多 比如他點這邊的話 他這個名 他其實只有這個名稱變動 其他名稱沒有變動 那你勢必就可以 把他弄個清單 然後你要全部抓就全部抓下來了 你就不用說 你還要再去複製那個網址 對不對 那名稱你又看不懂 OK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啦 所以最後做一個補充 那時間的關係 不然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下一次上課 可能我會講那個吧 下載那個Yahoo股市 因為我後來試了一下 因為那一天 我就試了那個 Yahoo股市的那個下載 那我發現 他改版 所以麻煩 什麼時候不改 我們要上課的時候才改 之前都不改 那我4號怎麼樣 沒關係 你改了我也跟著改 所以我已經把那個 怎麼抓的程式把它寫出來了 所以回去有時間 你可以先玩玩看 你會發現 規則都一樣 只是把它套用套套套 就下來了 所以我會發現 真的沒有很困難 只要用大概差不多的方法 其實你要的東西都可以抓下來 那最大不一樣 是我們本來是Table TR TD 那因為他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UL 然後改成LI 改成DIV 那我們還是照抓 只是他的標籤名稱 他就是故意不讓你抓 沒關係 你轉 那沒關係 我也是很厲害的 OK 我也是照樣把你抓下來 OK 當然剛剛同學講說 要不就是有的時候你就花錢買資料 別人做好 要不就是說 你自己如果有能耐的話 那就自己抓不就省錢了 其實當然一般大公司大企業有錢 反正他花錢 但他當然也是希望省錢 所以如果有人力的人 你幫他省錢 老闆不用花錢 全部幫你抓了 你下次都可以跟那些資料商跟他講說 不用買了 對不對 那就是你的價值 那個花下來有時候百萬千萬都有可能 而且是每年都要付 不是說你今天付了就算了 你每年都要 那如果說你可以替老闆省這些錢的話 那你其實價值就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薪資酬勞可以提高 你有籌碼 你要拿什麼籌碼跟人家談 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很多地方 你都已經把它做成這樣子了 他還幫你加薪 那真的你可以離開了 假設是這樣 OK